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存用户信息 第二个是ETC下的shadow 保存用户密码 第三个是ETC下的group 保存组信息 第四个是ETC下的jshadow 保存组的密码 这个用的不多 那今天呢 我们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跟用户相关的三个文件 那第一个文件呢 就是用户的加目录 哎 加目录听起来挺温馨的呀 加 哎 对啊 我们的学员啊 一看了这个加 他们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床上 这个加目录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我们的Linux来讲 我们是纯字符界面 那样的话 每一个用户在他初始登陆之后 总买有一个初始登陆位置 那我们把这个初始登陆位置 称作用户的加 也称作加目录 那在用户在这个加目录当中 默认是拥有所有权限的 也就是读写执行权限都有 那普通用户和超级用户的加目录并不一样 普通用户是在home下他的用户名 那也就是说 U字一用户 他的加目录就是home下U字一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会自动建立 不需要大家手工建立 每个用户都有 每个用户都有 他的默认的所有者和所属组 都是这个当前的用户 全切默认是700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我们前面其实添加了一个U字一用户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 看一下这个home目录下 就会看到 在这里U字一 他自己的加目录是存在的 那他的所有者和所属组 都是U字一用户和U字一组 全切默认是700 这个目录就是U字一的加目录 那超级用户呢 他的加目录是根下 他的加目录是根下 的root 大家会发现啊 超级用户任何地任何时候都显示自己的语度不同 普通用户的加目录是一个二级目录 超级用户的加目录是根下的一级目录 哎 那我们也看看这个root目录 哎 他的所有者和所属组都是root 但是他的权限比较奇怪 是五五五零 也就是所有者是读和执行 所属组也就是root组的成员是读和执行 其他人是没有权限的 有人可能会比较纳闷啊 为什么所有者本身也没有写权限 那我们就说原因很简单 root用户对权限对root用户 普通的读写执行权限对root用户来讲 没有作用 所以这块给什么权限 我都可以上传下载 所以呢 他的权限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别扭的权限啊 那这就是他的默认的这样一个用户的加 大家需要记住啊 这个加目录也是跟用户相关的 是在添加一个用户的同时 他会自动生成的 不需要大家手工处理 那如果我添加用户 我非不想让他自动生成 我非要手工件 可以 但是你的权限 包括目录的所有者和所属组 都必须后期 就是我自己来调整 非常麻烦 所以还不如使用他的默认情况 就是默认让他建立就可以了 那沈跳老师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就是咱们把普通用户变为超级用户 那我们加目录也是用户 对啊 这个啊 我要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把普通用户 UZ1 也就是说 我想把UZ1这个用户变为超级用户 首先看看怎么把UZ1变成超级用户啊 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 在Linux当中 在Windows当中 如果想要把一个普通用户变成超级用户 他的做法实际上是把这个用户加入管理员组 你可以理解为是把他的所属组变成了零组 但是我们在Linux当中试一下 保存啊 已经保存了 我新开一个中端 不能直接这么开啊 我新开一个中端 我用UZ1用户来登录 UZ1 它连接的也是我们当前计算机 192.168.0.156 选择连接 我的IP输错了 没有 好吧 我们昨天只添加了UZ1 但是没有给他设密码 所以这个用户不能登录 那我们重新给他设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明令 我们待会来讲 后面来讲 暂时先用 它的作用就是给普通用户设一个密码 他做的后面加 用户名 回车给UZ1设个密码 1 2 3 他说过于简单 没关系 我们是超级用户 然后来 我们再重新来 连接UZ1 156 写反了 不是这个问题 是我把这个IP和用户名写反了 那下面是用户名 上面是IP地址 刚刚写反了 给我的UZ1输入密码 1 2 3 这时候可以选择保存密码 连进去 大家会发现 它的骑士符 依然是到了 我们说过 Linux来讲 它就是通过骑士符来判断 我当前是超级用户 还是普通用户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 这个UZ1的 这个所属组 换成了入手组 UZ1并没有变成超级用户 所以我们更改的方式 跟Windows是不同的 那要想把UZ1变成超级用户呢 Linux是这样的 把所属组先改回来 500 但是改的是它的 UID 也就是说 把它的用户ID 变成了零 这样的话 UZ1 看我保存 就变成了超级用户 那我们现在来 先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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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 我重新再连一遍 不用退出 再连一遍 就用UZ1 再输入UZ1的密码 大家会发现 它的骑士符 变成了警号 但是我当前的锁边在位置变了吗 还是没有 它还是同样在后面下的UZ1下 所以说 妹子刚刚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其他的辅助用户变成超级用户 它的加募并不会更改 还是它原先的 只是它的权限变成了超级用户的权限 那好了 我把这俩用户退出来 当然不能直接这么插掉 应该劳告 退出 再关掉卡 我们回过头继续 继续 那这就是用户的加募录 这是它的第一个相关的管理文件 第一个 那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用户邮箱 邮箱 它是不是和我们平常用的QQ邮箱差不多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 我们的QQ邮箱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如果是在我的个人监导里用的 跟我们的差不多 我们用的是QQ的客户端 那但是它的QQ之所以能够转发 是靠的QQ自带的邮箱服务器来进行转发 但是我们这里呢 用到的这个只是客户端 它其实并没有搭进邮件服务 我们的Linux虽然可以作为客户端收发邮件 但是如果我要发送邮件 也要依赖其他的邮箱服务器 比如说我要给其他的QQ法 给163法 依赖的是QQ和163的服务器 但是Linux当中用户之间可以传递邮件 他们是用的Linux的内存直接做转发 换句话说 虽然每个用户都有一箱 但是并没有搭服务器 我们用到的只是邮箱的扣端 好 那每个用户的邮箱在哪呢 在蜡下 spot一下 面下 给每一个用户都会创建一个邮箱 用他的用户名来表示 默认 直接添加用户的同事就会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眼啊 我们可以看一眼 在 挖下 spot一下 说一下挖 挖我们说了 是Linux当中系统的可变数据保存 那邮件是不是就是随身变化的 所以他的这个位置也默认放在这里 会有一个mail 在这里看一下哎 我们的这个Uz1 他就有他自己的邮箱了 嗯 其实Root用户如果有邮件的话 他也在这里应该有邮箱 只是暂时Root用户还没有邮件出现 所以这个邮箱没有邮箱啊 那这个也是默认的 每一个用户都会默认的在这个位置 给他创建一个这个邮箱啊 这个虽然跟那个我们的这个加募一样 他不是虽然不是用户的这个相关的配置 但是他都是跟用户管理添加的时候 他会自动建立了用户的相关管理的件啊 这是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叫做用户模板目录的位置 用户模板目录 用户模板目录使用来干啥呢 这个模板啊 我们刚开始听的时候都觉得很模糊 这东西是干嘛的 对 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现在在后面下 默认建立了一个Uz1的加募 然后还是看一下好像是空的 但是我如果用ls-a 查看所有文件 看一下就会发现 在Uz1这个目录下 默认有一些隐藏文件出现 那这些隐藏文件 并不是我们添加用户的时候 手工创建的 而是这个用户在添加的同时 自动就创建了 那既然是自动创建 他总得有一个拷贝的位置 从哪里考来 就是从这里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让所有的用户 你添加 他默认在加募下 就出现某一个某一个文件 比如说 我想写一个警告信息 比如说 你登陆我的操作系统 应该遵守哪些哪些规则 几点几分我要关机 要退轴登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事先写好 把这个文件写一个警告信息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目录当中 从这以后 每天的一个新的用户 在他的加入当中 就会默认生成这个新的警告 那我们试试 那我们cd到mtc skel 当中 我手工 vr一个新的这个警告信息 比如说 vrn 没评错吧 这个log 好吧 tst吧 一般人都会看看 警告信息 比如说 写什么呢 写随便写吧 写中文也行 Linux因为我们是中文中 所以中文也是可以了 比如说 请遵守 我们的服务器 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 好了 就写这么一句话 保存 中文输入法要签交 保存 这时候 我们在这个skel当中 我们-a看一下 除了默认的一些隐藏文件之外 还会多出来一个汪精态势 这样的话 看我再签交一个用户 uza 给他设个密码 uza 注意 不设密码的话 这个用户没有签加完整 他是不能登录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cg到他的uza 的加目录当中 看一眼 就会默认多出来一个 叫做汪精的 这个文件不是我手工创建的 而是 他直接从skel 这个模板文件当中 复制过来 这就是这个模板文件的作用 那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了用户的三个管理文件 指的是 加目录 邮件 还有模板 这三个文件 跟我们前面讲的四个用户配置文件 都是用户添加的相关文件 前四个呢 是添加用户时候 必须做的一些用户信息的这种查看和修改文件 这后面的三个呢 是添加用户的时候 他会自动建立的跟用户相关的文件 那总共我们添加一个用户 默认就会修改这七个文件 或者七个位置的这些内容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你就可以找到我